子女的命好不好,跟你有很大的关系,看过的人都说准,从古至今,为人父母,都有一个共同的心愿,那就是,望子成龙,望女成凤,然而,增广贤文,有言,种什么因,得什么果,子女有怎样的命运,其实和父母有着莫大的关系,为人父母,千万要注意自己的行为,不要因一己私欲,而折损子女福报,大家好,我是一修,点个订阅,带你了解不一样的佛学知识。 常说父母之爱子,则为之计深远,为人父母的,会为自己的孩子考虑很多,可谓是深谋远虑。 更有甚者,孩子还没有出生,就已经为他安排好了接下来的整个人生,比如有条件的,就早已准备好了房子,车子,几岁到几岁如何教育,如何培养,在哪上学,将来考入什么学校,在哪做城市发展,做什么工作,乃至于将来找什么伴侣, 孩子前面几十年的人生,基本都已经被安排定下来了。 不知道这样的安排,孩子会满意吗?父母当然会认为如此优质的待遇和条件,岂有不满意之理,每当想到这里,父母的脸上就会洋溢出舒心的笑容。 1.富贵尤天 后福看家 佛经有云,众因得果,善恶有报,子女如同父母的复刻板,父母行善积德,子女必有福报,清朝时期,赫赫有名的晋商乔跪发,其为人厚道,为后世击下无量福德。 当时,市面上出现短金少两的情况,为了保质保量,乔家已诚信经营出名。 一次,有个工人为了一己私欲,竟然在商品中掺甲,乔治庸发现后,立刻让人下架掺甲的产品,换上真品,每年临近年关,乔治庸更是在一些低品质的米里面掺入一些优质大米,让购买的街坊朋友们过年也能吃上好的米。 他的善举很快就被传开,更多的人宁愿走远一点,也会到他的米铺买米,甚至其他行业也得到非常多的人支持。 如此,乔家的商业越做越大,成就乔家的一番商业,也让世世代代久而迷奸,古语有云,前人积德,福音子孙,为人父母,积德行善就像参天大树一样,每一株分支,日益粗壮茂盛,责备后世。 一个与人为善的家庭,行善而不求回报,才能培育下一代,为后世埋下代代兴旺的根基。 行善的人家,积德享福,福音子孙,作恶的人家,众恶引祸。 祸及后代,可见,一个人的富贵吉兄,不全是老天定下的,有什么样的家风,就会成就什么样的子女。 常听人言,道德传家,时代以上,耕读传家次之,诗书传家又次之,富贵传家,不过三代。 一个家族的子孙之福,来源于父母祖辈对子孙的教育和护持,只有家中懂得积善,子孙才有余庆,其不善,子孙必有余秧,存心不善,风水无异,家中留得,胜过万贯。 二,子女好不好,看父母。 北宋时期,有个恶名昭著的奸臣,叫蔡晶,他本性贪婪,随着官职不断提拔。 使得贪婪愈发愈狂,据记载,他十分迷恋鸳羹,对于常人的四菜一汤,他却一餐要杀掉数百只鸳羹。 某日夜里,他梦中见到数不胜数的鸳羹前来索命,直冒冷汗,再也不敢吃鸳羹。 如此奢靡诚信的性格,蔡晶命中俘虏,早已消耗一空,在送亲宗登基后,便把他流放到丹州。 蔡晶带着毕生贪污所得来到丹州,本想还能过上曾经的腐朽迷烂生活,殊不知,被当地百姓认了出来,即使给再多钱,也无人愿意卖吃的给他。 蔡晶的余年,病困交加,活活饿死在一座荒凉的破庙里。 蔡晶医生有八个儿子,结果有六个暴毕,两个被发配充军,最终被杀,身为父母,比起给子女留下金钱,不如为子女广众福田。 如果父母从小就给孩子培育福德,让他知道西福的好处,多行善事,广积福德。 日后,相信他的命运不会太差,人生之路也会行得宽,走得远。 否则,从小给他物质上满足,过度溺爱,享福消福,其实就是在提前预知子女的福报。 有人说,父母,是孩子的一面镜子,子女有没有福德,全看父母有没有德性,父母若是无德,终会腐蚀整个家庭。 慢慢地废掉一个个子女,万法皆空,因果不空,一家人的福报因果都是互通的。 如果家中有一个人福德身后,那子女就会得福,如果有一个人损福造业,那全家都会跟着遭殃。 所以,经中告诫我们,父母的因德决定子女的命运,每个人来到世上,都带着业力。 即便是父母也无法代受,唯有积累因德,才能福音子孙,得到上天的保佑护持,子女最大的福田,都在父母身上,父母的修行直接影响着孩子的福德。 很多父母长辈都只看到眼前的利益,以为留下丰厚的钱财。 孩子的命运就不会差,最后却养出了败家子女,人生无常,所谓的财产对于每个人来说,都不是拥有,而是暂为保管,谁也带不走。 财富花光了就没有了,因德才是永恒的财富,想要孩子真正的幸福,不是金钱,也不是名利,而是一颗善的心,行善才能积累无尽的福德。 而我们所拥有的一切都是自己的善德换来的,所以父母留给子女最大的财富是因德,有福报的人一定是积累了无量的善取,而修得一颗慈悲心,重善跟得善果,无论多少轮回都不变的真理。 唯有传递善与应德,你的子孙才能世代繁荣昌盛。 绝罪福经,有云,先世不不失,今世则贫穷,父母给孩子花许多钱,想很多的福,其实在损自己孩子的福报,真正对子女的爱护,其实是父母以身作则,多做善事,广积福德。 三,父母善良,世代享福。 俗语有云,善为至宝,一生用之不尽,很多时候,家庭所有的好运,皆有善生,子女幸福,世世代代能否兴旺,取决于父母的行为举止。 善,是做人的品格,子孙后世福泽延绵的诀窍,范仲淹自小就很刻苦学习。 心中有志,一心想要记事救人。 一天,他遇到一个算命大师,便问道,大师,您看我以后能当上一国之相吗? 大师看了他一眼,默默无言,范仲淹见其不言,又问,那请问,我将来能当上一位医者吗? 这时,大师出于好奇,缓缓开口问道,前宰相,后医者,二者相差甚大,为何你会有这样的想法? 这个世上,只有良衣和良相可以救人,范仲淹答道,听完此话,大师欣慰地说道,你既然有这样的善心,就已经是一位良相了。 后来,大师所说成真,范仲淹成为一人之下,万人之上的宰相,春秋,有云,人儿好善,福虽未至,或其缘以,子女之福,源于父母祖辈的行善积德。 善,乃是一个家庭最好的风水,只有父母懂得积善,才能给子女带来兴旺。 俗话说,人有善念,偏必又知,钱财总会花光,名利忠诚过往,唯有长久的慈悲善心,才是父母留给子女最大的财富。 每个行善的父母,都是在为子女积攒福气,你花钱请家教,千方百计陪着孩子学习,用心教导,子女不一定好,能富贵并且过得比普通人好的。 他们的父母都是善良的人,父母善良的人,孩子就会获得大福报,他进入社会,就会碰到贵人,获得财富,反之,父母作恶,孩子就很难获得福报。 他进入社会,就会碰到小人,命运多舛,想要改命,靠天很难,靠自己积累福德,就很容易,有道士,因果三世有轮回,但很多时候,因果报应不需要等待,三世很快,就会加人或者自己身上显现。 所以,身为父母,给孩子广众福田比留下钱财更重要,真正对子女的爱和呵护,其实是父母以身作则,多行善事,广结福德。 请相信,有意无意都是天意,父母的善良,是子女最灵验的护身福。 佛经有云,因缘俱足,果报现前,人生在世,从来都没有意外之事,不过是自己所作罢了,因果有报,子女的命好不好,就掌握在父母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里,为子女种下善因,将来他们必然收获无量福田,余生,愿你我广世善行,以保佑家庭福寿安康,子女得以成才。 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分享,如果你也喜欢本期内容,欢迎持续关注,点赞订阅。